Hello,大家好,我是菲菲 这是我在农村四个他们家买的藤梨 好像是刚上架不久 然后我拍摄了两天左右就到我这里 深圳这边了,它是四川发出来的 超级的快我感觉 然后现在刚刚到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我刚刚拿出来了是两层 然后18个梨子 这样子的 你看我随机拿出来都挺漂亮的 然后我们家好像没有这个梨 没有这种梨 怎么感觉这种类像雪梨吗 是叫雪梨吗 就像我们家的雪梨一样 我在四个他们家买它这个叫藤梨 可能各地的名称叫不一样 大概就是看起来都差不多这种梨子 主要是看起来口感好不好吃 我大概就是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小一点也有大一点 有大有小 也有一些这种磕巴的吧 也有,但是它不是坏 我现在削一个这个看起来比较漂亮吧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把皮削一下 我看他们吃都连皮一起吃 但是那个梨皮是不好吃的呀 来来来,尝一点 你自己拿手来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好好吃哦 不粗它那个肉 甜不甜水分 也不是说不粗,有一点点粗 然后那是还是挺细腻的 很甜水分很足 来给你尝一口 水分还可以 嗯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还要不然 妈,这个很烫啊 很烫啊 好了,我们刚刚尝了一个 这个味道还是可以的 挺甜的 当然不是说每个都是那么完美 每个都那么大哦 有小有大 你看这个小很多 这个要大很多 有小有大的 也有的黄一点 也有的黄一点 也有的绿一点 所以说不能每个都那么均匀吧 这个黄多少钱 是49块9 然后是9斤 然后有大有小 有圆有坨 你看这个屁股就是坨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呢 也不算贵吧 因为它还有运输费用嘛 还有包财费用 还有人工费用 看了一下是没有坏果 我这个因为他说坏果就是包培的 这个是看了一下没有坏果 就是那种磕燦一点的有 但是没有坏果 磕燦一点的 它不是坏 长得扯的不是它的错 长得扯的不是它的错 但它能吃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这个是农村四哥他们家的这个藤梨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